我们发现有些人对于iPhone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于手机的使用以及保养方式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将会列出一些最常见的iPhone迷思 以期让大家有更深入的认识 并正确地使用这款手机 一 像素越高相机越好 很多人认为手机相机的像素越高 表示拍出来照片就会越好 实际上 像素只是照片的大小 专业单眼相机才千万像素 很多厚度不到一公分的小手机动不动就上亿像素 相机的品质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镜头 感光元件等 所以 相机的品质不能单纯地以像素数量来衡量 像素并不一定代表图像质量的高低 相机的镜头和影像处理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 关闭所有应用程式可以省电 很多人认为滑调 关闭iPhone后台应用程式可以节省电池寿命 但实际上 当您重新启动应用程式时 它需要重新加载 这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电池寿命 关闭不必要的应用程式只会让您的手机使用更不方便 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微乎其微 实际上iOS会自动管理应用程式的资源 并针对各种情况做出最佳的效能调整 三 iPhone需要定期关机 有些人认为iPhone手机需要定期关机 以保持其最佳运行状态 但这是错误的 现代手机的软体和硬体设计已经足够稳定 不需要经常关机 当你觉得手机发生卡顿等问题时 才需要重新启动手机 四 电池需要完全耗尽才能充电 有些人认为iPhone需要定期完全充电和放电 以保持电池效能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iPhone的锂电池使用与许多其他电池不同 因此不需要完全放电或完全充电 字体大小 各种辅助使用功能 设定通知和控制中心等等 六 iPhone的价格过高 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 但是iPhone的价格也与其他高端手机品牌相当 甚至很多安卓的手机比iPhone更贵 此外 iPhone的价值在于它的高品质硬体和软体 以及苹果提供的服务和支援 七 充电一整夜会伤电池寿命 许多人认为充电一整夜会对电池寿命造成伤害 但iPhone智慧型手机都配有智慧型充电管理系统 当充电达到100%后会自动停止充电 因此不用担心长时间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只要确保你是使用苹果原厂充电器和传输线就好 八 iPhone不支援外部储存设备 事实上 iPhone可以使用外部储存设备 例如 iCloud Dropbox Google Drive等云端储存服务 也可以使用外接储存设备 例如将资料储存在外接硬碟或随身碟中 希望这段影片有解答你的迷思 谢谢收看 selamat而来 祝福